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继续聊聊关于PiNetwork这次的一个主页更新 那我们今天去点闪电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在Pi的这个主页已经更新了 更新成了欢迎进入到2024 那这里呢,项目方今天去发了一个推文 他的推文里面讲了说新的一年呢 先锋们请阅读关于最近开放式网络的计划 那么这个功告在未来一年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愿景 那么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条件 他呢,非常高兴地与先锋、社区开发者、版主、KYC验证人、大使、商家和所有的社区成员进行合作 实现2020年的共同的目标 那这个2020年是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公开性的主啊 那在前面的时候我也给他讲过说公开性的主啊 其实项目方已经给了我们条件 第一是关于项目方的一系列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社区要去做的事情 第三是关于外部的因素 主要就是这三点啊 具体的这三点里面又划分了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主要担心呢 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外部环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以及在我们社区里面去流传的KYC和Center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有项目方去把控的 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存着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那今天我们去看这个推文之后 我们进入啊 打开之外呢 他就会进入到他派的这篇文章当中 那这篇文章我已经去给他解读过了 如果说大家还不清楚的话啊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看 那这里面呢 我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说这篇文章里面 他大多数的信息呢都是不太的透明 也是不太的公开化啊 当然他也讲了说未来的时候在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的KYC的进度啊 以及我们Center的进度啊 他会实时的去给我们进行报道 那我们从以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项目方的相处当中呢 也知道项目方他其实在给社区之间的一个透明度呢 他并不是那么高的 还有项目方和社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效率啊 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这个呢不知道在2020年他会不会进行改变 那么也要去讲的是说关于今天啊 他去讲了这个推文之后呢 下面有非常多的派友去进行了一个留言 那大多数的留言我这里已经过了一遍啊 都是去支持的啊 然后呢表示高兴了 然后表示说太奇妙了 然后还有说是在2020年一定会完成这个宴景 然后呢还去讲说在国内呢 或者海外呢 有在不断的发展期待派的核心团队呢 在2020年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消息 也有人来去做新年回复 那也认人说2020年开放新竹啊 大家一定要去相信他 那还有就是说关于KYC的 有的人提到这些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呢 就是说啊在项目方的官方啊项目方这里去提出了一些信息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好的消息 或者支持的消息 以及关于新年快乐的消息 那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不像以往的时候派的项目方下面去留了非常多的一些负面信息 就是说KYC啊 是吧 哎你这个项目方是吹牛的 你的项目方尼古拉斯博士 你是去进行拖后腿啊 不让我们去进行主网了啊 还有的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啊看广告挣钱啊 当这种信息啊 现在几乎就没看见了 是不是说现在社区里面的人呢 觉悟变高了呢 是不是到2020年之后 我们对于项目方的这个感官有所改变呢 那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在讨论派的时候 下面留言就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一片像好 那我不知道在X这个平台里面 是不是有一定的行为 就是说可以让那些正面的信息排在前面 那些负面信息不显示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项目方 PiNetwork项目方有在去刷帖子 因为在呃以前的时候 有的派语就跟我讲说 在X平台上面啊 PiNetwork的项目方有在去刷帖 就是说他去质疑项目方的一些问题啊 他发出来之后 发是发成功了 之后后面呢发现 他在这个发了之后没有被看到啊 他这个文章是没被看到 所以说他怀疑呀 啊这个PiNetwork有在刷帖子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 啊一路向好了 全部都是支持项目方的一些帖子当中呢 跟帖的到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就怀疑呀 项目方是在去刷帖 那我不知道项目方有没有刷帖 也没有证据 所以说有这方面观察的派语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那好这里讲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再去看一下啊 有的派友啊 比如说他对于项目方的一个了解比较多的 或者说他去提出一些疑问的 一些派先锋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讲的 那项目方这里比如说讲到说是 这个在2020年会进行公开性的组网的一个愿景可能性存在 那么下面他就铁流了言 那么他流了言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下面的留言就是负面的占大多数了 那么他这里是怎么讲 他说凡事的附加条件都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就说项目方他非常非常愿意去多加一些附加条件来去约束社区 而最早的时刻他就说了 哎我们只要有着足够多的一个KYC 我们就回去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但是啊显然意见的话 他在这里讲说他已经失言了 那么后面呢 项目方就表示说 哎 这个KYC的人员要去达到一定的量 后面也要讲到这个生态的成熟度 那我知道在看我节目的派友呢 有很多都是比较早去加入 那么说到这一点 很多派友呢都大概都知道啊 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了 因为最开的时候的时候项目方是没有讲到说是 哎我们要去进行多少生态 我们要去进行多少KYC 那么那个时候讲的公开性的组网 就是说628 或者说之后是吧 那可以显而易见呢 就是说后面加了比较多条件 第一个就是关于KYC 后面又又再去加了一个生态 那么到今年这个上一次的一个更新的时候了 那么大家都认为啊 就是KYC和生态只要达到一定的量 他就会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他又进行了一些变化 就说了除了KYC和生态以外 我们还要去注重外部的环境 那什么是外部环境 就是说世界的格局的变化 以及金融的一个变化 金融市场的变化呢 以及经济的一个变化 以及大流行的变化 所以说这里呢 这个卓子就认为啊 他认为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工具可去衡量经济的成熟度 以及变化的一个世界格局 所以说他现在去提供了三个标准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会在不断的向我们去提供这些实施的数据吗 那么这些实施的数据 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数据员 或者说这些数据呃 是不是可靠的 还有说这个数据呃 是不是就真的是按照这个数据来 他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同时呢 他在这里还补充到说 还是说他们会像以前一样 一直将我们蒙在鼓里面呢 那么这个发推特的人呢 他也是把这个信息来把它给 it给了项目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呢 是国外的派友 那国外的派友员其实也 去出现了这种情绪 就说不是说 只有中国去了派先锋 才去说 对项目方进行的一些质疑 或者说感到一些反感 而是说国外的先锋呢 已经早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他这次呢 是在1月3日的时候 发表了这个意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一个跟帖 他们又讲了说 哎 他们这个行为是正常的啊 过去的五年都是这样 即使他们与我们交谈 或者说在一天之后 结束之后向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 都是不够全面的 也是不够清楚的 所以说国外的这个先锋 也去讲说 哎 他们是不够清楚的 项目方案 他是不会给我们讲很清楚的 那还有关于其他地区的派友 那这个国企呢 是哪个地方的啊 是吧 他这里讲的说是 哎 现在呢 每个挖矿应用程序 都在利用先锋者来谋取利益 派的团队也在同样的事情 对于先锋者来讲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就说啊 关于手机挖矿类的话 都是利用先锋来去看广告 然后去挣钱 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 那这里面还有派友就讲了说 那五年了 他们还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 每年都会听到同样的问题 和同样的这个事情去出现 那这就是参与比较久的 老先锋给出的一个总结 那还有呢 有人就说 哎 相信派的项目方正在做一些工作 那么拆解他们的工作 2024年的Midnet呢 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当然也有人去支持他是吧 那这个卓主张就讲了说 不 这并不是开放之年 所以说在海外呢 还是有很多的派友啊 却认为2020年并非是 Panetwork了 开放式组网了一年 因为他的这个条件 加到非常非常多 人们呢认为啊 不大可能在2020年所去办到 那还有派友员就说了 他们会相信的话 那么商人就会破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如果在Panetwork 这个生态里面去做生态 相信项目方的一些话术的话 那么你去做 很有可能就破产 像你的精力投入进去啊 你的金钱投入进去之后 那么他此次不进行公开 你没有办法盈利的话 那你就只有破产了 那所以说 在海外呢 也有很多的先驱者 那么他们是比较民事理的 不会在派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链上去做这个生态的 当然你不是说 以后他不做 他只是说 看到现在的状况下 没有进行盈利的空间 他是不会去做的 一定要等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 他才去做这些事情 那好 下面还有相关就说 非常非常的不透明了 他们透明度非常低 希望我们能够去理解 那么同时引用在说 这个项目方 他都是一个单一的更新 他只是在去讲 他要去讲的话 从来不去听社区里面的话 那确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评论下面 可以看到 大多数的评论 都是对于项目方的一个质疑 或者说是讨伐 或者说去对于项目方的 一个不满的情绪 那为什么我们在项目方的这里 就看不到不满情绪 在这些帖子 在一些关于派社区里面 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帖子 那么同样的一个平台里面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同的一个概念呢 就有人就怀疑啊 说派的项目方 有在他的这个帖子下面 去进行删除那些负面的情绪 而有的人呢 就说 这可能就说 你的立场不同 那么相同立场的人 就可能在你的下面去留言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虽然说立场相同 或者不同 存在着一定的站队关系 但是项目方是免向到 全球的社区 全球的一个先锋 所以说全球先锋里面 不可能所有的人 都对于项目方而言的话 是对于他进行拥护了 以往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项目方的下面留言 还会存在一些 比较叛逆的一些话术 或者说一些 比较质疑项目方的 一个语言在里面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在12月份的时候 去发布的信息 就比较少的去见到 一些负面的信息 所以说 不难免的让人们去怀疑 项目方有在身体 然后这呢 就今天要去跟他 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 我们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你有其他 不同观点和看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到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